泽连斯基仿美穿他最常见的绿色的长袖园领 到我们的白宫 我们的最高殿堂国会演讲 获得了称重赞美 荣耀荣耀再荣耀 我必须说啦 对他在华盛顿的人非常爱他 他们这些人这些政客爱他 远远超过他爱你或者是爱我们 我们赴税然后他们成良 华盛顿成良泽连斯基也成良 美国跟乌克兰的战争到底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 世界政府成立并不是一个阴谋论 各方面都显示着 这就是现在在发生的事实 特别是透过疫情之后 政府夺权的獠牙看起来更明显了 导致左派开始分裂了 一向支持左派所有政策的自由派人士 开始怀疑质疑自己是不是被利用了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这些保守派基督徒 现在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该有什么作为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是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会员 我们从来没有跟Google 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广告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着的 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要由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是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一起抵抗我们现在这个文化价值观 被主派侵蚀的话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我们也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派的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星期到了美国 这是一个让华盛顿DC跟媒体的兴奋的一个时刻 基本上全美国的人都觉得 刚我什么事啊 但是他们很兴奋 所有这些泽连斯基的崇拜人士都非常的开心 那他其中去的一个行程就是白宫 然后他说他多感谢美国人 然后他说他多感谢美国人给了他们这么多钱 动作就几十亿几百亿的这样拿去打水漂 他们非常感谢你的捐款 让我们来看一下 多可爱是吧 充满着感谢 他不应该穿个西装吗 他以为他跟我一样在录AI News 我还记得不是说 Joe Biden多值得被尊重 但是你来到美国了 你说你多感谢美国人 你到了我们的白宫之后 你还要去国会 他去国会 美国最高殿堂的时候 也没有穿正式服装 穿着一个thermal的长袖就来了 这件事他几乎天天穿着圆领 长袖圆领 非常常被拍到 他的理由是 他们在打仗 哪有时间穿个像样的衣服 但是你现在是坐着飞机来美国的 我还蛮确定 你应该有时间去换个衣服 请我们每次在下面批评 我跟Felicia美吉的穿着 我们的服装的制服警察们 去批评一下 为什么要穿正式的衣服 因为衣服 因为服装是一个声明 如果你去白宫 还有你去国会 然后你连个领带都不想绑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声明 那这个声明就是很不尊重的声明 如果你真的是充满感谢的 你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如何呈现你自己 而且把你的感谢穿在身上 而且说真的 他在网路上到处都是他穿着正式服饰的照片 不要跟我说他没有西装 然后他在这边跟你说 他很感谢你 给了他一堆钱 然后他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要跟你要更多钱 他在我们美国的国会举办了一个乌克兰万岁万万岁的演讲 根据The Post Millennial的报道 星期三国会大厅内充满着无比的兴奋气息 等待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会殿堂宣布 国会要遵守总统的承诺 要再释出4500亿的美金 来帮助他们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站在国会的讲台前 泽连斯基得到了轰雷的掌声 当他吩咐各个参议员跟众议员的时候 许多国会议员举高着乌克兰的国旗 连泽连斯基开口要钱的机会都还没有 因为美国给予他们的实在是太多的掌声 太多的赞美了 他拒绝穿西装而是穿着一个长袖的汉衫 站在了国会讲台上 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 以及副总统Kamala Harris 站在讲台的后方仰慕着 看着泽连斯基的到来 Nancy Pelosi曾说 这个人就像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 Pelosi肃进国会之后 第二次宣布泽连斯基进场 全场又是一片欢呼 泽连斯基感谢国会 花美国纳税人的钱 来打这场乌克兰的战争 而且说 Is this enough? Not really 这些足够吗? 当然不足够 国会很开心的笑了 而且感谢他来跟美国要更多的钱 刚刚这一段 不是Ethan在很讽刺的讲这个事情的经过 是报导上 左派的报导上这个样子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影片 Madam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Members of Congress I think it's too much Members of Congress I have the high privilege and the distinct honor of presenting to you His Excellency Voldomor Zelensky President of the Ukraine So here is the front line The tyranny which has no lack of cruelty again the lives of free people And your support is crucial Not just to stand in such fight But to get to the turning point To win on the battlefield We have artillery Yes Thank you We have it Is it enough Honestly Not really To ensure Bachmut is not just a stronghold That holds back the Russian army But for the Russian army To completely pull out More cannons and shells are needed If so Just like the battle of Saratoga The fight for Bahmut will change The trajectory of our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for freedom If your patriots Stop The Russian terror Against our cities It will let Ukrainian patriots Work to the full To defend our freedom Yeah Okay Ukkerland的爱国者 要保护他们的自由 然后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美国的工作 美国的责任 反正接下来就是 掌声 外加掌声 欢呼加上欢呼 赞美加上赞美 最后他 还亲了Nancy Pelosi 以下 我们也有这一段影片 我们来观赏一下 这个画面 三 一 那 我觉得应该没有 不尴尬的方式来去亲Nancy Pelosi 这就是为什么他老公冒着被铁锤敲的生命危险 找一个吸毒的难记 很明显刚刚这个一个文是多么的尴尬 然后他给了一面国旗给Nancy Pelosi Kamala Harris 或许他们可以把这个国旗切一半 一人拿一半 或是把那个国旗放到碎纸机里面 切成一堆小碎片 这样子的国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部分他的心意 各位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 而且那边国旗被签得乱七八糟的 可能是被一堆什么乌克兰之类的 乌克兰人之类的 我不是很在意 但是那算是毁损国旗吧 那乌克兰要毁损乌克兰的国旗 I really don't care 那我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泽连斯基的呢 如果我是掌权者的话 我大概会让他进来美国 然后马上用战争犯罪的嫌疑犯逮捕之类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完全要忽略乌克兰几个礼拜前 才发了一枚导弹到波兰 一个NATO的北约组织的国家 然后在里面方圆百里没有人的情况下炸死了两个农夫吗 然后说那个是俄罗斯发射的 然后他们为了只是要把西方扯到一个他们的战争里面不是吗 然后我们就要假装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们比较没有讲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 是因为两边都不是好东西 而且证明两边都是坏人 而且都是有证据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报道 就是当时一枚飞弹从乌克兰发射到波兰的农田间炸死了两个人 泽连斯基马上就出来指控俄罗斯 要求北约要参战 然后导弹的报告出来 还有轨迹报告全部显示出来的非常清楚 那个导弹那个飞弹就是从乌克兰来的 唯一可以讨论的应该是 这个飞弹是他刻意发射的吗 是他要来使用人命来搞一个假旗行动 还是这只是一个大误会 然后他们想要用这个误会来抹黑俄罗斯 不管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泽连斯基这个人都不应该被信任 都不应该被鼓励 因为他想要利用这样的事情 把美国扯进一个会死成千上万的人的战争 会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光是这一件事 就不应该把这个人当英雄一样看待了 更不用说欢呼赞美了 但是这还不是我今天想要的重点 是的 泽连斯基跟当时的宋美玲一样 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把美国扯进一个战争当中 美人妓、苦肉妓、移花接木、纸商骂槐 送魏成年的妓女给总统的儿子的妓 只想要美国派人去送死 是的 泽连斯基现在就是活在全世界最大的福利政策的领导人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给他钱 在给他物资 给他武器 每个国家在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物资缺乏的情况下 他还是不满足地继续要钱 我们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 我们的产业正在衰退 我们根本就快要没有能运作的工厂了 我们的边境正在被侵略 美国现在过得并不好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钱 我们的纳税钱 我们的食物 我们给我们小孩的 我们要给我们的老人的 我们的社会安全福利政策 然后双手拱上给这个腐败的乌克兰政府 这个是我们美国的街道 在费城德的Kensington Avenue 我们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方 我们的城市看起来像个废区 我们的人看起来像一堆丧尸 我们的街道看起来像个战场 一堆人倒在大街上 住在帐篷里 我们有一堆流浪汉住在纸箱里面 我们每天还要再放 好几万名的非法移民进来 芬太尼丧尸到处走来走去 我们的小孩高中毕业 不适自 久久成马不会背 连性别都搞不清楚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钱 送给一个史上最腐败之一的乌克兰政府 做那个样子的事情就有经费 然后就没有经费给我们的单亲妈妈 让他们可以带小孩生活 所以说我们要把他的小孩杀掉 然后这是单亲妈妈的自由 这些都是事实 而且非常的现实 不过就算这些都不存在 就算今天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他们的政府非常值得信赖 非常的有诚信 跟很多的报道说的一样 对不对 97%的基督徒 come on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的话 那这个不会需要美国的 早就经济奇迹 早就时代翻转 早就物产崩隆了 就算这位泽连斯基 真的跟很多人想象的一样 是个圣人 勇敢的圣人 这也不会改变我对于现在他的看法 从战争开打的第一天 我就说的很清楚 这个战争 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我的确认为 乌克兰如果要跟美国买武器的话 美国应该要卖给他们 这就是资本主义 他们需要我们就卖给他们 而且我们也很同期 他们被俄罗斯这样子轰炸 攻击 但是就跟我保护我家的枪一样 不是大家买给我的 是我自己买的 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 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 战争开打之后 我们还是专注于 美国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翻转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美国的道德标准 我没有想过乌克兰 我也不在乎乌克兰 然后什么整个战争的初始 经过北约扩张 俄罗斯被威胁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基本上把它当成 娱乐新闻再看 我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在乌克兰 这也是99.99%的人 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程度 那这也是99.99% 那些网路上的专家 战略军事 阴谋论那些人 对于这场战争的了解程度 只是那些人 不愿意承认他们不知道而已 然后他们想要赚各位的点阅率 所以说假装自己是个专家 然后告诉你说 trust the plan而已 因为不会有人问他们 你之前都没有说过这些东西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成一个乌克兰专家的 就跟我一开始说的一样 我对这场战争 基本上没有任何研究 我也完全不在乎 那个不是我的国家 不是我们的战争 跟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是个乌克兰的支持者的话 然后就是你把你的Facebook 还是IG的头像 改成一个乌克兰的国旗之类的 你可以说说看 为什么乌克兰的战争 会对美国的老百姓 造成任何一点影响 而且会因为这个战争结果 会导致美国有非常大的变革 所以说我们要送这么多的物资 送钱 甚至送人去那个地方 欢迎告诉我们为什么 我问了好几个月 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 因为答案就是 不会对美国有任何的影响 基本上现在这些认为 美国应该要花好几千亿 几百亿几兆的这些金钱 那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乌克兰 甚至要美军直接参战 加入欧洲战场的人 只有两种说法 就是那些站在国会拍手 欢呼那些国会议员呼吁的 就是两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只是俄罗斯 普丁这个邪恶的政权 控制全球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就会侵略其他的国家 来去占领其他国家 德国法国 然后就变成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局面 这个是第一个很明显没有发生 而且事实就是普丁目前没有攻击 任何的北约国家 也没有说他要称霸全欧洲的迹象 唯一攻击到北约的国家 反而就是乌克兰而已 第二个说法就是很虚无的什么 我们要保护自由 我们要保护民主 乌克兰是个民主自由国家被侵略了 如果你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证实了我的观点 这不是美国的战争 不是美国人的战争 很多人有跟我讲 特别是台湾人的观众 他会跟我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 就跟中国有一天会侵略台湾一样 美国必须选边站 美国必须要跟世界的某一个集团站在一起 Why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边站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战争发生 屠杀流血事件发生 我们的牧师去秘鲁第一天 就发动政变 印度暴动 法国暴动 阿根廷世界被赢了 通货膨胀70% 然后还在外面撒钱 边撒钱边暴动 我们每个都要选边站吗 非洲整个大陆每天都有哪个部落 哪个酋长聚集的一堆人在侵略其他的地区 我们每一个都要选边站吗 事实上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现在这边就是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选边站 就只有乌克兰战争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选边站 你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要选边站 因为电视教你选边站 因为新闻教你选边站 因为我们媒体 台湾的媒体 中国的媒体 你确定了 选定了这场战争 跟你说这场战役里面 你一定要在乎 而且你有必要要选边站 然后很多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美国人就说 哦对 电视说的对 我就是要在乎这个战争 然后他们没有想 为什么 如果乌克兰没有保护自己的话 如果乌克兰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生存 维护他自己的主权的话 那他就只是一个历史上消失的其中一个国家之一而已 每个国家都有周期都会建国 新盛衰败灭亡 历史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被撰写的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丛林法则 这个就是事实 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国家的话 你就是要有能力保护你国家的人民 你国家的利益 你国家的主权 不然你就是会被消灭掉 目前的美国国力衰败 道德沦丧 毒品泛滥 罪犯满街跑 我们的司法不公平 我们被共产主义由内而外的侵蚀 我们的年轻人没有方向 我们的人口正在往下走 我们的教育系统彻底失败 只能教育出一堆没有用的左派 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 在国际上面 在国外的事情上面选边站 那圣诞节刚过 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很多人看我们节目说 之后说什么 美国完蛋了 美国毁灭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这么丧志的话 那美国就真的是完蛋了 但是不是的 我们有基督的价值观 我们有很好的教会 我们有非常多的保守派 我们有非常多又有正义感 又有使命感的基督徒 在维护这个国家的未来 还有这个国家的宪法 来奋斗 而且我们现在非常的努力 现在很多左派 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变成保守派了 但是 已经开始反对左派目前的议程了 Joe Rogan Bill Maher Talsi Gabbard Elon Musk 这些民主党的大左派 很成功 很有影响力的大左派 很多现在翻过来了 甚至还跟保守派的人站在一起 Talsi Gabbard就这个样子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Tim Robbins 在好莱坞里面 他是属于一个最左的一个演员了 他现在上了一个节目 Russell Brand的节目 Russell Brand 之前也是大左派 他是Katy Perry的前夫 Tim Robbins 上了Russell Brand的节目 承认Covid的城市封锁 改变了他对于左派的议程的观点 We went into lockdown With healthy people With children And that didn't seem to be wise to me So I'm not a scientist I'm not a doctor I don't know the intricacies of data on this All I can respond to is as someone that has is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result of those Doctrines that policy had on us as human beings And it's not good We turned into tribal angry vengeful people And I don't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sustainable for the earth That we start demonizing people that don't agree with our particular health policies And turn them into monsters I'm a scientist I'm a scientist I'm a doctor I'm a doctor I don't know these 但是... I don't think these are bad 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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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 lot of自由派 It's not a traditional自由派 It's not a traditional自由派 It's the right people It's the right people You may have a good массing It's the right people S 不用怕 我們相信黨的領導因為有黨 很多他們一開始相信這些政府的方向的 很多我們一開始是不相信政府的方向的 很多人一開始就知道COVID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容易感染的一個咳嗽 然後老人跟免疫系統低的人很容易死掉 但是一般的致死率並不高 或是有些人一開始是跟我一樣 我當時看台灣的新聞 還有那個什麼就是那個劉寶傑說的什麼 中國大陸在那邊大量購買濕袋 三個小孩裝在一個裡面 焚化如意燒屍體排隊排到屍體都放到爛掉了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經過後來我們自己調查我們自己了解了之後 我們看到了數據之後 我們根本就沒有關門 AI News從頭到尾沒有關起來 每天都在報新聞每天都來辦公室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不相信加州政府的胡扯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使命感 我們想要上班 然後 AI News三個人 不是不怕病毒 而是知道病毒沒什麼好怕的 得了可能會很難過 我也得過 Persia也得過 我們目前裡面只有福利亞沒有得 但是沒什麼好怕的 但是有非常多的這些自由派的人 他們一開始是完全相信這個政府的奪權計劃的 他們就算看到了BOM的遊行都沒事 但是他們還是非常害怕這個病毒 而且相信那些什麼穿白袍的沒有看過病的醫生專家 會給出我們最好的醫療決定 然後他們現在轉過來了 他們問自己說我們是壞人嗎? 從上自由的我們追求自由的我們 是在幫助政府奪取自由嗎? 或許那些右派的神經病 那些極端的共和黨 他們的說法好像有點對耶 好像Ron DeSantis是對的耶 COVID-19被叫成這是世界的Great Reset大重啟 不只是我們這些人 不只是陰謀論那些人 還包括世界經論壇那些人 Klaus Schwab的這個組織的領導 還有他的朋友Yovan Harari 還有左派那些掌控重權的貴族人士 比爾蓋茲大企業老闆 英國的查爾斯王子 他現在是查爾斯國王了 他們每個都在說 COVID-19是一個我們可以重新制定我們生活的方式 以及經濟政策最好的時機 我們的食品生產 我們的政治體系 我們的科技發展 但是你看這些Great Reset 最後的結論都是什麼 就是誤會不見對不對 你要吃蟲不要再吃肉 蟲有很多蛋白質 你要賣掉你的房子賣掉你的地 跟香港人一樣住在膠囊裡面 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簡單的說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 然後還包括什麼到處都是監視器 監視每個人的一舉一動 Social Credit System 國家沒有主權 一切以國際組織為主 簡單的說就是星期四 我們下面有一個留言說什麼 Felicia對於共產主義的看法完全是錯的 馬克思的本意是 國家貨幣家庭消亡 整個地球將存在一個無政府無國家的狀態 沒錯 那個就是共產主義 而且要一個龐大的超級龐大的世界政府 連國家都不應該有 家庭都不應該有 完全掌控每一個人的人生的世界政府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領導階層想要達到的 然後還有這麼一群的 no ni no kuru的人被牽著鼻子走 簡單的說就是大重啟 要重啟的就是我們最基本的人性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會這麼反對所謂的大重啟 因為我們的權力自由是神給的 大重啟就是抹去人性抹去自由抹去權力 變成一個共產國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全力的抵抗這些東西 但是除了剛剛說的這個大重啟之外 COVID-19創造了一個政治聯盟大重啟的機會 經過了COVID-19新冠肺炎 有非常多的人看清楚事實了 非常多的自由派甚至左派看到之前自己的盲點 在疫情期間每個國家都在封城的期間 很多一輩子都相信自由派的這個還有政府不會害你 政府都是為了你好 那些人發現我們這些精英騙了我們 而且臉不紅氣不喘的一次就說這麼多的謊 那他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這些精英這些專家 還有什麼在騙我的 而這個時候就是共和黨保守派基督徒要站起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說歡迎你們 歡迎大家 歡迎Tim Robbins 這裡是道路真理生命 現在已經不是就是1980年代的時候什麼 左派對上右派 民主黨對上共和黨 政治的意思就是依照永恆不變的法則 來運用在不斷改變的社會情況上面 這就表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政治聯盟會改變 沒錯 共和黨裡面有很多問題很多分裂很多rino在裡面 他們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到80年代 那個每一個人的想法都是在把這個和善包容接納的人 掛在嘴上來得騙選票的 冷戰時期的時候 他們要凸顯 OK 蘇聯有多麼不自由 有多麼封閉 我們美國就接受了一堆同性戀合法 褻賭神的法律 色情騙合法 色情產業合法 賭博合法 各式各樣的東西 只為了要證明說 我們比較自由 他們說這是要達到集體主義 共產主義 這個是自由市場 小政府 這些都是Milton Friedman 還有Bill Buckley這樣子的經濟學家 當時說的 這些人是我非常尊敬的 我是信的主了之後才看到這些人的作品 他們好像是在抵抗共產主義 還有這個全球陰謀組織這個樣子的人 但是現在陰謀組織已經改變了 蘇聯已經解體了 中國大陸已經改革開放了 現在反而是美國被這些當時接受的錯誤 污染的一塌糊塗 被摧毀成為一個無神論 沒有道德 沒有底線的國家 我不是在說我們要丟掉當時的成果 但是我們這些保守派 基督徒要有這個樣子的看見 看見政治已經不是國家跟國家的角力了 而是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的成長 我們的財富的手段 我們要來抵抗這個樣子的體制 因為最大的戰場 不是什麼左派右派 不是自由派保守派 不是民主黨共和黨 而是無神論的全球主義 對上主權獨立主義 對上保守派基督教的價值觀 川普非常明顯的非常清楚的指出這一點 他說現在我們在打的戰爭 就是全球主義對上國家主權 nationalism 這邊說的全球主義不是什麼中世紀的天主教教廷 他這邊說的全球主義是經濟論壇那樣的組織跟聯合國 他們提倡墮胎 避孕 同婚 濫性 提倡別人吃蟲 提倡消滅人口 一帶一路 整個摧毀所有國家經濟主權這些政策 這些所有左派透過COVID-19來提倡的東西 所以現在在這個後COVID-19的時代 我們就是要起來反抗的時候 我們要張開我們的雙手 接受這些曾經被洗腦的人 像Tim Robbins那樣的人 幫助他們看到事實 建立一個更廣的政治聯盟 還是我們要繼續待在教會裡面 當一個假冒偽善 然後禱告一切交托給神 然後什麼都不做自我感覺良好的人 現在很多人在情形當中 神正在殺眾 我們要不要有什麼作為 還是我們要把我們的五千兩 兩千兩 一千兩 全部買在圖裡 然後跟耶穌來的時候跟耶穌說 你看我把你的福音保護得多好啊 根本沒人聽見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請客 您的資訊